我是南山 我们来讲一个话题 官杀统杂 在八字里面经常会有这种现象 一般情况建议取亲 就是何官留杀或者何杀留官 再不然就是至杀留官 总之呢不希望统杂 什么叫统杂呢 就是正观天观同时都出现了 就叫官杀统杀 这里边也有很多变化 在这呢通过三个八字 我们来学习一下 第一个来看一下 人臣丙武丙臣鬼字 这样一个八字 那么站在日主丙火这个地方呢 鬼水而是一个正观 人水就这个气上 这样的情况呢 就叫做官杀统杂 官杀统杂 首先我们从日主本身来讲 兵火生在五月 这是阳润阁 也就是说日主是很强旺的 在日主强旺的情况下 我们再来看杀和官的时候 他们的羹在哪呢 在尘土 尘土是官杀的羹 与日主相比较 是日主力量大 官杀的力量小 所以在这个地方 对于官杀 不会有太大的担忧 再看 从大用来讲 一出门就是丁卫 这样一个大用 丁卫叫丁仁相合 就成了一个和尚流官 第二步用是物身 物土能够治 这个人水 同时呢 也能和正观 所以在物身这步用里面 变数比较多 另外呢 生成相合 有和的怎么呢 和的是七杀 所以是有德有失 后面走极有 因为走西方金用 金来生官杀 也就是财族生官 这个八字好丢好在哪呢 日主本身是羊润可起 他喜欢有官杀 所以走财官用的时候 他并没有非常不好的一个现象 这是一个官杀病透 日主望 日主望这样的情况 再来看第二个 兵害 人子 兵位 龟毛 站在日主顶火这个地方呢 人水的正观 鬼水的七杀 这叫夹克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两边 一边一个 雅客 因为官杀都是客身的 日主生在紫月 子中的鬼水 这个七杀是很旺的 而正观的人水呢 人坐在紫上 也是很旺下的 和前面恰恰相反的是 这一个八字是 官杀旺 而日主清 那在这个时候靠什么呢 就靠硬 现在我们看 地支 太 毛 胃 这有一个三合局 三合局 而这个水呢 化为木 化为硬来生生 这就不一样了 所以说呢 它有了这样一个三合局 来化官杀 就能够护生 这是这个八字的贵处 就在这个三合局上 来看走大用呢 它是走西方用 然后后半生走南方用 生越来越旺 所以也是一个贵命 再来看第三个 甲午 以四 兴有甲午 新京的日主 正在四月 自从有冰火的正观 那么两个五火呢 因为是冰火 所以就是 金杀 这样一个八字 官杀都藏着 没有透出来 但是它的力量还在 所以同样是一个官杀混杂的 这本身是个什么呢 这本身是一个正观的格局 两个七杀 砸进来的 这叫什么 正观砸杀 现在有一个现象 地支 私油 是一个半合局 这一合以后 把关合了 留下七杀 而且私油 合金是半身的 也是一个化险为宜 再来看 它要是走大用 正在四月 那后面走是五位生有序 如果第一步用是一个五火 那么后面呢 都是土金半身的 所以这样一个 看起来是官杀混杂的 因为走一个声望用 也就 横雄滑极了 所以说呀 这个官杀混杂 回到爷看到以后 就 害怕了 哎呀 官杀混杂了 它里面还是有很多变数 这样三个八字呢 不一定能讲完 至少呢 能知道它的一点东西 这两个 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